长期吃某一种厂牌的酵素 一个礼拜呢吃五天 已经吃了七年 最近呢发现罹患了大肠癌末期 有害物质塑化剂添加到食品中 高雄市政府24号 疑似接获第一期致癌病例 高雄市议员陈振文的太太 疑似长期服用含有塑化剂的食品 已经确定罹患大肠癌 发疗啊 癌症末期的 是末期的啊 对 吃了一个东西吃了七年 是天天吃吗 他就一个礼拜吃五天嘛 因为他上面有写说 一个礼拜吃五天 所以他就按照他 陈振文口气平稳 但听得出非常失落 照片中就是陈振文的太太 漂亮 高挑 才32岁 刚为陈振文生下一个小孩 是前市议员黄昭新的女儿 曾经担任模特儿 陈振文表示他太太七年来 一个礼拜服用五天的酵素 来帮助排泄 没想到这个酵素 却添加了塑化剂 怀疑酵素饮品 就是离癌的主要原因 他有排病的问题 所以他吃的那个东西 他就有效 然后在诊所买的 所以他就 就吃了 就这样吃了七年 从陈振文担任 民进党市党部的主委开始 太太就陪在身边 任何活动都出席帮忙 夫妻俩感情非常好 也是黄瑞静的贵重密友 画面中夫妻俩甜蜜亮相 没想到太太却可能成为塑化剂的致癌 手起病例 陈振文表示将召开记者会替太太讨回公道 中天新闻王家新高梦 柔高雄报道